荣誉 大周天子最小的皇叔 权倾朝野的冷面摄政王 威震四方的兵马大元帅 极致的尊贵和强悍 人们只知他冷酷无情 却不知他宁可付出一切 也要庇护那个叫南希的女子 对他极致宠爱 百依百顺 可承向府敌女南希 却百般厌弃 更是帮着渣男贱女 利用偏爱算计荣誉 直到他被渣男贱女捅上一刀 王府火光冲天 尸横遍野 荣誉依旧固在他的身边 所有的刀光剑影 荣誉都替他挡下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南希才认清了 他的一颗真心 才知道自己有多瞎 荣誉 是我害了你 这么一个高贵强悍的人 若不是因为他 荣誉绝不可能是这样的下场 若有来世 如果上天垂帘 荣誉 我再也不算进去了 我必穷尽一生来赎罪 耳边突然传来好温柔又熟悉的声音 让他顿感脏腑顿痛 经脉寸断 直到耳边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弱 那种又要失去感 让南希猛地坐起身 额上冷汗层层 眼底尽是恐惧 做噩梦了 金贵清冷的声音响起 带着几分不燃烟火的气息 毫无预警地闯入南希的耳膜 南希正然转头 对上一双压抑着某种情感的淡漠同谋 荣誉 它真的存在 我这是重生了 南希脑子里一片空白 轻轻闭上眼 贪恋地深锈一口熟悉的气息 然后慢慢地睁开 眸光渐渐恢复清明 这么俊美出臣的脸 曾经的我 却无数次想逃离 功勋和权势堆积的荣誉 是整个大洲无人敢提的尊贵 可就是一个这样极致尊贵又强悍的人 最后却死得那么惨 南希咬着牙关 心头又是一阵顿痛 都是因为我 本王的存在 当真让你如此难受 荣誉看着他苍白的脸 压抑的眼底 俊美清贵的脸上 浮现一抹苦涩 闭了闭眼 他决绝地转身离去 荣誉 南希开口喊住了他 我有话跟你说 荣誉唇脚紧紧铭起 有话要说 说什么 说 这辈子都不可能喜欢本王 说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就绝对会想办法离开这里 还是说 宁愿死 也不愿意看到 本王这张倒胃口的脸 荣誉握紧了手 本王不想听 南希却强硬地表示 你必须听 你若是不听 我就写一封修书给你 荣誉脸色骤变回头 一双幽深的铜眸 犹如冷记多年的寒潭冰渊 南希一致床颜 伸出一双雪白玉卒 干净的眸子 锁着男人挺拔薛瘦的身影 我身子不太舒服 你帮我把袜子穿上 荣誉站着没动 因为不知道 他又在打什么主意 王爷 南希淡淡又开口 我脚冷 荣誉深深吸了口气 转身走到床前 一袭黑色支金袍浮衬的气势冷峻蒸然 这是一个在将场上运筹帷幄 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战神 这是一个于庙堂上决策朝政 让满朝文武进阶臣服的王者 虽不是帝王 却比当今天子更具帝王之气 可此时 他就这么安静地蹲在床前 低眉给南希穿上袜子 分明做着卑微伺候人的活 却没有丝毫不满 南希垂眸注视着荣誉完美金贵的侧颜 想不通自己以前怎么就这么厌恶这张脸 明明生得如此精致俊美 像是一幅水墨画卷 南希鬼使神拆斑 喊了声荣誉 荣誉沉默抬头 盯着他漂亮红润的唇绊 等待着从这张烟红小嘴里 吐出怨恨嘲弄的言语 等着他日复一日地表达着对他的恨意 等着一颗已经千疮百孔的心 继续被刀锋般的言语凌迟 然而 伴随着一阵浅淡的心香萦绕 却是一张轻粒精致的小脸 在眼前逐渐放大 荣誉铜挪微缩 尚未做出反应 唇半上忽然传来一阵微凉的触感 随时蜻蜓点水 稍触即逝 他整个人却煞食将至如石雕 木然呆重 王爷身份尊贵 全是滔天 容貌也如此俊美 怎么就在我这颗歪脖子树上吊色呢 荣誉回神 不发一语地低头帮他穿鞋 显然没打算回答这个问题 王爷怎么不说话 荣誉抿着唇 你又在玩什么花样 觉得今天的南希有点不太对劲 荣誉抬头看着他 你不是歪脖子树 南希好奇追问 那我是什么说 荣誉沉默片刻 刚想说话 就被护卫青羊打断 王爷 男二姑娘来了 听到那个心思毒辣 煽风点火 来蛊惑南希逃走的人来了 荣誉的脸色一瞬间冷了下来 眉眼英智 周身气息冷酷肆虐 像极了地狱里来的死神 南希一听 那个虚情假意的妹妹来了 淡淡一笑 来得正好 荣誉抿唇 金贵俱美的脸上 笼罩着浓浓一层寒霜 不发一语地站起身 垂在身侧袍袖里的手 微微攥紧 南希却像是完全没看到似的 柔和地开口 王爷 你太高了 头低下来一点 荣誉转眸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没有一点动 南希叹了口气 主动点起脚尖 双手绕到他的脖梗或缓住 然后把他头往下压 抬头便稳住了他的唇 依然只是蜻蜓点水般地触碰 稍触几里 南希展颜一笑 王爷的唇瓣好凉 不过我喜欢 说完镜子往外走去 荣誉像是被施了定身术一样 僵直地站着 凉久 才做梦似的 抬手轻抚着自己的唇瓣 心头泛起一阵汹涌澎湃的悸动 他是什么意思 荣誉的贴身是位青阳 此时正见鬼市地看着荣誉 南姑娘居然亲了主子 他这是受什么刺激了 王府花园里 南月满脸关切 姐姐脸色看起来好苍白 是不是摄政王虐待姐姐 亲叔哥哥让我带话给你 让你定要忍耐 千万莫与摄政王冲突 他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煞神 耳畔听着熟悉的声音 双眼望着这张前世今生都望不了的脸 南希一时之间 竟有种恍如隔世之般 煞神 真是讽刺 上一世便是听信了你这些鬼话 才合容欲弱的那个下场 还好意思叫我姐姐 我以前怎么会信了这套姐妹秦山 现在想来南月 不过是想利用我 好摆脱私生女身份进入相府 成为名正言顺的丞相女儿罢了 当初我被困王府 他和顾清叔以我的名头 在娘那里 骗取大鹅银两帮助 利用相府的人脉 让顾清叔平步清云 不知用我的身份 捞了多少好处 然后拿着我的钱 两人苟合在一起 当真是可悲可笑 一枪秦深 却换来狼心狗肺 姐妹秦深得到的只是恩将仇报 南月见她不说话 有些不解 姐姐 你怎么了 南希轻轻吸了口气 活着的感觉真好 活在知道一切真相 且惨是尚未发生之前的感觉更好 南希回神 目光落在眼前这个南月脸上 摄政王对我很好 我没受什么委屈 南月有些疑惑 以往每次都会说摄政王不好 今天居然说她很好 南月拔尖了声音 语气激动 她仗着身份 把你强弩进府 害得姐姐明节尽失 幸亏青叔哥哥爱姐姐至深 所以才不在乎失去明节的姐姐 这叫很好 南希平静地看着她 你激动什么 故青叔爱我至深 所以就算我失去明节 她也不在乎 南月心虚地点头 这当然不在乎 姐姐不相信摄政王 难道还不相信青叔哥哥吗 南希微微一笑 我当然信她 青叔让你带什么话给我 南月听她终于问到正题 换了一副真诚柔弱的模样 青叔哥哥的意思是 让我早点认祖归宗 以后好帮着姐姐 安排她的仕途 南希明白了 原来自己重生 在被荣誉强弩进府的一个月后 南月母女竟向府认祖归宗前 眼前这个名义上 是她妹妹的女子 其实是她那风流好色的父亲 养在外面的女人所生 连个庶女都算不上 前世南月和顾青叔 利用她的身份 得到了多少好处 南希几乎想直接捅了 这朵黑心白莲花 她压下冲动 唇角挑起一丝笑语 所以妹妹是有求于我 南月一愣 有些不太明白她的意思 什么叫有求于她 以往不是只要说一声 南希就会全盘答应她的要求吗 若非顾忌着南希 那个固执惹人厌的商户娘 哪里需要特意过来 征求她的同意 南月回神 皱眉打量着南希 这不都是为了青叔哥哥吗 她也想帮姐姐 可摄政王全是滔天 杀人不眨眼 只能小心绸缪 南希冷笑 果然是不放过任何一个 可以在她面前诋毁摄政王的机会 她以前也的确是蠢 被所谓的爱情蒙蔽了心智 以为南月所说的就是真的 久而久之 荣誉在她心里 就成了一个恶魔般的存在 然后一心帮着渣男贱女 害死了真心待她的荣誉 南希微微抬起自己 冰暗色的宽秀 平静地开口 既然是为了顾青叔 那妹妹为什么要害我 南月诧异地瞪大眼 随即委屈地辩解 姐姐这话从何说起 我何时害姐姐了 你可别信了摄政王的挑拨 是吗 南希手腕反转间 一把匕首出现在南月眼前 妹妹可认的这个 这不是青叔哥哥 送给姐姐防身用的吗 南希笑着贴近南月 谁说这是她送给我的 明明是妹妹带着匕首来刺杀我 花园一角 荣誉甄真的看着这一幕 身边的青娘不自觉地咬牙低咒 南姑娘果然是在跟主子演戏 真是个戏精 可恶又可恨 也不知道 主子怎么喜欢上这样的姑娘 还非她不可 这边南希手握着匕首 南月一惊 下意识后退 姐姐要干什么 南希弯唇轻笑 匕首划过自己手臂 疼痛袭来 她随即丢掉匕首 目光沉痛 且不敢置信地看向南月 妹妹想杀我 南月将在原地 震惊地无法反应 暗处全程偷看的青娘 顿时惊呆了 这是上演的哪出 姐妹俩相爱相杀 主子 青娘抬头看向荣誉 话未说完 眼前黑影一闪 她家主子 已经消失在原地 南月刚回过神 还没来得及说话 忽然胸口一记剧痛传来 她整个人就被荣誉踹飞了出去 一口鲜血喷出 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荣誉立即回身 轻轻拉起南希的手 你怎么样 荣誉这股轻烈好闻的气息 还是那么令人安心 南希摇头 一点小伤罢了 王爷放心 快传辅一 荣誉冷声吩咐 直接紧紧抱着南希王 请电方向激励而去 素来金贵淡漠的脸上 只剩下阴沉震怒 多少镇定从容在面对南希时 也常常被摧毁殆尽 南希抬起没受伤的右手 轻抚她贵气俊美的脸 我自己就懂点医术 包扎伤口 又不是什么多难的事情 不用教辅医 花园里目睹了整个过程的青阳 还呆呆地站着 南姑娘突然间中了什么血 这种一言难尽的白莲花计谋 偏偏主子 好像真就当自己眼瞎了一样 我需要静静 荣誉抱着南希走进内殿 把她放在床沿 伸手就要去解她的衣服 南希抬手制止了她 刚才在花园的事 王爷应该看到了 就不问问为什么 看到了又如何 本王只知道受伤的是你 其中的过程和事实 本王不想知道 他目光紧紧锁住 他流血的手臂 先处理伤口 南希却坚持 王爷先回到我的问题 我今天的态度 王爷就一点不感觉奇怪 荣誉顺着她的话 回答的确奇怪 那王爷为什么不问我原因 荣誉轻抚了抚她头 没什么要问的 你就是你 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乖 先处理伤口 南希脸颊泛红 怎么跟红小孩子似的 前世今生 还是头一次 有人这么跟我说话 看荣誉真的着急于她的伤口 南希心软了不再坚持 请王爷把药箱拿过来吧 荣誉转身去拿药箱 南希靠着床头 语气闲适的跟她聊天 南越死了吗 没有 南希点点头 晃了晃手臂 脱衣服挺麻烦的 王爷 帮我把袖子捡了吧 荣誉便在床前蹲跪下来 开始给南希捡袖子 南希近距离打量着她 越看越觉得这张盛世美颜 耐看得很 天下难寻 前世荣誉把一颗心都掏出来 放在了我的面前 我却没有珍惜 这一世 我不仅仅护着她的心 还要护着她的人 让所有算计我们的人 统统灰飞烟灭 想到这里 南希握住荣誉的手开口 王爷 我明天想回乡府一趟 你同意吗 荣誉动作僵了僵 金贵禁欲的滋容 肉眼可见地阴沉了下来 南希平淡地说 王爷放心 我不是想用今天的示好 换取回去的机会 此次只是有些事要回去做 刚走进店里 就听到这句话的青阳 终于忍不住开口 南姑娘说来说去 不就是想逃离王府吗 主子掏心掏肺对你 你怎么一点都不领情呢 你真以为 那个顾清书 是什么好东西 你是瞎了眼才 放着珍珠选了鱼木 荣誉冷声呵斥 闭嘴 青阳恨恨地闭了嘴 脸上明显还带着几分不满 青阳说得对 南希淡笑 我以前就是眼瞎 才气了珍珠选鱼木 青阳一愣 无疑地盯着南希看 他居然认同 我的话是对的 今日之前 南希在摄政王府 就是各种坐天坐地 一心想要逃离王府 可今日他再次醒来后 会主动亲吻摄政王 会好言好语 展颜一笑 更是自伤手臂 嫁祸白莲花妹妹 像是看清南越真面目 不再来往一般 青阳本以为这南姑娘 终于是被主子感动了 不料却听到南希说 要回相府 他当场就不干了 果然 故意用匕首刺杀自己 使苦肉计 让主子心软 南姑娘 你真是瞎了眼才 放着珍珠不选 选鱼木 却没想到 这次南希不仅不反驳 居然认同了她的说法 青阳第一反应 南姑娘 今天是中邪了吧 还是不解地问 南姑娘都这么说了 那为什么还着急回去 南希倾笑着解释 王爷应该知道 我娘是个商户女 身份比不上名门权贵 但家底应是 我那个风流好色的父亲 当年是个穷小子 靠着我娘的全心付出 十年就坐上了丞相之位 荣誉没有说话 她知道确实如此 男行智能权贵中混得风生水起 能在皇子夺嫡斗争中 全力支持这位新帝 归根结底 是靠妻子庞大的财富支持 我爹现在出人头地了 一国丞相 他早已忘记 当初一穷二白时 对我娘的承诺 忘记了我娘的情深义重 处处嫌弃我娘是个 充满同臭味的商户女 嫌弃我娘配不上她的身份 美貌切实不断抬进府 连养在外面的母女 都想登堂入室 青阳撇撇嘴 丞相大人真是个渣渣 忘恩负义 薄情寡义 狼心狗肺 我鄙视她 南希淡笑 所以我要回去 不能让我娘被欺负了不是 青阳下意识点头 男姑娘说得对 不能让坏女人登堂入室 随即一领 立马大声反驳 啊 不对 你回去了 我家王爷怎么办 南希垂眸 看向不发一语 小心翼翼为她包扎的荣誉 金贵俊美的荣誉 此时紧敏的唇绊 一眼就看出她阴郁的心情 像是受了什么委屈似的 南希晃了晃 被荣誉绑成蝴蝶结的手腕 柔身开口 我住在相府东院的锦兰院 王爷若是想见我 随时可以去找我 南姑娘居然不再厌恶躲避主子 青阳又惊又喜 南姑娘这意思是 让我家主子夜叹相归 当采花贼 话音刚落 就对上荣誉头过去的冷眼 青阳脖子一缩 乖乖闭上嘴 退了出去 南希转眸瞥了一眼自己的手臂 荣誉虽是尊贵的王爷 却也是领过兵上过战场的主帅 征战沙场难免受伤 所以处理伤口的手艺还挺好的 他又慢条思理地说 现在我住在王府 也名不正言不顺 与王爷不好 与我明节也不利 等我处理好家里的事情 王爷若是愿意 可以去相府提亲 荣誉一阵 墨地抬头看着南希 像是在探究她话里的真实性 站在屏风外的青阳 也是精神一阵 提亲 南希姑娘果然是受了刺激 不行不行 惊喜来得太突然 只怕有诈 我得保持冷静 南希姑娘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她不会是故意好话哄着主子 然后想什么计策对付主子吧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太可恶了 王爷要言有言 要权有权 我没道理放着王爷不喜欢 而去重复我娘的悲剧 南希此时只想让荣誉放心 所以说的话格外真诚 是她醒来之后 真正发自内心的感受 之前她都是坐天坐地 现在醒悟过来 想让荣誉也放下心房 相信她不是在想法逃走 事实上 这一点却使南希多虑了 荣誉对她的要求 向来言听计从 除了从王府离开 只是以前 南希从不屑于 对她提出什么要求 唯一的坚持就是逃离摄政王府 而这一点 偏偏又是荣誉所不允许的 此时她主动放下身段开口 对荣誉来说 已然是一个惊喜 预示着两人美好的开端 不管她说的话 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还是打的什么别的主意 荣誉都不会拒绝她 青阳忍不住又开口 对了 主子 那男二姑娘该怎么处理 要送回相府吗 荣誉淡笑 送回相府干什么 她又不住相府 那送去哪里 青阳自个儿嘀咕 若留在王府 还得派个人照顾 南希突然插了句 她伤之如何 青阳想了想 主子那一脚的威力 足以让一个七尺大汉 瞬间隔屁 好在最后收了七分力道 大概也就是断手断脚吧 可能会伤惨 想起以前她姐妹的关系 担心南希不高兴 连忙开口解释 不过这也不能怪主子 主子看到姑娘受了伤 一时心急才 南希打断了她 微微一笑 我知道 既然她受了伤 就暂时送去顾亲叔的府上吧 送去顾府 青阳有些无法理解 南希这个决定 南希舒展了一下胳膊 缓缓到不错 帝都所有人都知道 我和新晋状元顾亲叔 两情相怨 本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却在一个月前 被摄政王强行 带进了王府 以至于顾亲叔一派的世家 都在说 王爷全亲朝野 目无王法 更有留言说 我入王府后 早已清白不保 顾亲叔借此宣称 不在乎我的名节 此生非我不娶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痴情真君子 若在此时 把南希送去顾府 青阳两眼放光 觉得这 真是一个绝顶好主意 尤其南越 是在背负着 刺杀南希姑娘的罪名之后 被送去顾府 青阳想一想 都觉得格外有意思 此事交给属下去办 不过 到顾府后 该怎么说呢 南希不疾不虚地开口 肇实了说 顾亲叔嘴上 被南希深情不悔 私底下却嫌弃南希明节不保 恨不得立即断绝 跟南希的关系 却又碍于痴情君子的名声 不敢悔诺 所以便让南越刺杀南希 青阳听得目瞪口呆 她原以为自己可以添油加醋发挥一番 可她发现 即便自己添油加醋之后的剧情发展 也没有南希这番话 来得更有戏剧性 荣誉在一旁默不作声 眼神探究地看着南希 她居然是想嫁祸顾亲叔 今天的南希 还真有些琢磨不透 上一世 南希一枪真情对待顾亲叔 结果换来的 却是榨干利用和她的命 这一世 她又主动出击 连本带利地讨回来 刚刚收拾了白莲花妹妹 南希让青阳把南越送到顾亲叔那里 并散布谣言 说是顾亲叔嘴上深情不悔 私下嫌弃不已 碍于名声不敢悔诺 便让南越来刺杀南希 青阳犹疑不定 这样说出去 只怕没人相信 顾亲叔再蠢 也不可能直接给南越匕首 来王府杀人啊 南希没再多解释 让青阳照她的话 去说就行 青阳还是觉得不靠谱 看了眼她家主子 荣誉只说了 两个字照做 青阳立即出门去办 反正主子都让照做了 她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早就看那个伪君子顾亲叔不顺眼了 夜幕降临 南希靠在浴桶里 整理起脑海中的思绪 收拾了白莲花妹妹 该轮到你了 顾亲叔 南希不由地想起上一世 自己到底是有多愚蠢 到底是对顾亲叔用情多深 才能让她那么算计 那年 南希才十四岁 正是情窦初开始 喜欢上了少年才子顾亲叔 而顾亲叔 当时是三皇子龙楚云的幕僚 两人在一起时 顾亲叔不断给南希灌输 摄政王权倾朝野 残忍暴虑 皇权落他手 百姓必是水深火热 而三皇子心怀天下 从夺敌中胜出 定能国泰民安 只是可惜财力窘迫 希望南希能说服她娘亲 权力支持 那时的南希天真的以为顾亲叔真的心怀天下 自然义不容辞的全力帮助 顾亲叔给南希画了的大饼 保证日后功成名就 定不负她 就这样 顾亲叔利用南希娘亲丰厚财力 扶持了三皇子上位 成了开国大功臣 荣宠加深 风光无限 三皇子登基后 便设计除掉摄政王 正好那时南希被荣誉强劲 顾亲叔便让南越去联系南希 做他们的内应 套取摄政王府的情报 在南希的帮忙下 摄政王府沦落问中之鳖 她也失去了利用价值 顾亲叔便露出了真面目 让南越出手除掉南希 说她是残花败流 配不上自己 南希永远都忘不了摄政王府通天火焰 南越的匕首 毫不留情地扎在她的胸口 关键时刻 那个浑身是血的摄政王 飞身而来 像是从天而降的神奇 一脚踹飞了南越 把南希牢牢地护在了怀里 南希清晰地听到 被踹进大火中的南越 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却无暇顾及了 愣愣看着 荣玉那张素来金贵优雅的脸 被鲜血染成红色 她自己都已经筋疲力竭 却毅然牢牢地把自己护在了怀里 那一刻 南希才意识到自己有多愚蠢 意识到荣玉的真心 意识到荣玉的结局 完全是她一手造成的 她进入摄政王府一年多 一直对荣玉仇视怨恨 从未跟她靠得如此之近 没想到在生命最后一刻 反而能安安心心地待在她的怀里 被她庇护 如果不是她的算计 那阴险的皇帝又怎会是荣玉的对手 手握兵权的荣玉又怎会落到这般境地 眼泪落入玉桶 窗外一缕清风附近 南希瞬间惊醒 真是个不美好的回忆 南希很庆幸 眼下许多悲剧尚未发生 新帝也羽翼未封 这一世顾清书和皇帝 别想再算计荣玉 南希跨出玉桶 穿上柔软宽松的寝袍 赤脚走到同镜前 看着镜中倒映出一张 少女轻力精致的容颜 十六岁 最好的年华 至于顾清书的仕途 还是就此终结了吧 她那种人就只配做吓人 侍女突然一声惊呼 姑娘怎么不穿鞋子 万一受了风寒怎么办 南希正要说话 一身墨色长袍的荣玉走了进来 脸颊不由自主地红了红 侍女识趣地退了出去 荣玉急不走上前 把南希抱了起来 南希转头看她 王爷 我不冷 我们还没有成亲 你还不能写修书 若是想写修书给本王 须得成了亲才可以 南希微愣 这才想起 早上自己刚醒来时 跟她说的那句话 她反射湖这么长 到了晚上才反应过来 修书是夫妻之间才能写 摄政王荣玉 对南希的宠爱可谓到了极致 就连她在房间赤足 都能让荣玉紧张万分 重活一世 南希也终于开始欣赏起荣玉 早上刚醒时说的那句话 荣玉现在才反应过来 修书是夫妻之间才能写的 还有点可爱 她笑了起来 荣玉 你喜欢我 南希心里很清楚 若不是喜欢 前世怎么可能由着她算计 她堂堂摄政王 想要什么样的女子得不到 非得使用强硬手段 把她困在王府 最后还因为她而落了个凄惨结局 荣玉沉默地抱着她走进内殿 轻轻地恩了一声 南希好奇地追问 为什么 我除了一张脸还能看 就没什么过人之处了 你看上我哪一点 荣玉轻轻把她放在床上 贤熟地为她盖上被子 回到你很好 听起来像是敷衍的两个字 却带给了南希莫名的悸动 重活一世 她学会了用心去感受 荣玉是个不善于花言巧语的人 她说得你很好 比起顾清书的诗词要真诚得多 至少 她是个宁愿让箭矢射入自己身体里 也要护她安好的 折腾了一天 又是大梦初醒 南希躺在床上 很快被困倦淹没 只是临睡之前 心头模模糊糊浮现一个疑惑 荣玉是何时开始喜欢自己的 以后有机会 一定要问问 看着南希没有再赶她离开 有她在身边 也能安心熟睡 荣玉满心欢喜 只要她开心她好 自己怎样都行 次日一大早 青阳便把昏迷的南月 送到顾府顾清书手上 故意引起百姓观望 按照南希的交代 一字不落地宣扬了出去 并且冷冷地朝顾清书问罪 我家王爷雷霆大怒 此事还请顾公子 给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 丢下这句话 青阳转身就走 果然引起了一阵骚动 这顾公子自诩痴情君子 没想到 撕下去是这般模样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顾清书心头大惊 让人关了府门 把南月交给仆人 让找大夫过来 给南月整治 从她嘴里问出实情 顾清书也在琢磨 南月刺杀南希 而摄政王专程派人 把南月送到自己府上 难道是知道了 我和南月的关系 不应该啊 这恐怕是挑拨离间之计 留言很快就会传开 我得快些去相府解释清楚 而这边摄政王府 荣誉为南希准备了豪华软教 还有一众护卫丫鬟 随她回相府 房间里 荣誉正低头 替南希挤腰带 眸光落在南希 被宽秀遮掩的手臂上 你的手伤还没好 不能等伤好了再回去吗 南希抬眸望着她 美得近乎妖孽式的容颜 微微一笑 就是带伤回去 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荣誉便沉默了 南希突然伸手抱住 荣誉的腰 嗅着她身上 清烈干净的气息 我不会离王爷而去的 这一声 南希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 荣誉立马打断她 不许胡说 抬手抵住南希的唇 谁敢伤害你 本王让她生不如死 南希恩了一声 心里也在默念 谁敢伤害你 我也让她生不如死 苍天给了我一次 重生的机会 不就是为了 替前世的我们 讨回一个公道吗 随后 在荣誉亲自护送下 走出摄政王府大门 南希看着眼前这阵仗 嘟囔了一句 随时的人数 会不会太多了些 荣誉侧头看着南希 问你不喜欢 他们可以保护你 南希明白荣誉的心意 现在还不想那么高调 叹了口气 没有不喜欢 就是人太多了 娶一般好吗 侍女两个 互为八个 荣誉沉默片刻点头 听你的 没一会儿 便到了相府 由着贴身侍女 银月和银双餐 扶下了马车 相府大门外的守卫 看见她从马车上下来 满脸的不可置信 大小见 小人即刻去禀报相爷 顾公子也在 实在没料到 被摄政王困在府中的大小姐 会突然回来 说话都语无伦次的 南希停在门前 淡淡一笑 顾亲叔也在 相府守卫连忙回应室 就在松鹤院 南希服了服衣袖 抬不往里走 不用禀报了 我自己进去吧 也好给爹娘一个惊喜 守卫文言立马让开路 大小姐慢走 对于相府中人来说 她不过才离开 相府一个多月而已 而对她自己而言 却已是前世今生的漫长经历 顾亲说 你前世对我的所作所为 我会一点一点全部还给你 南希竟自往松鹤院的方向而去 世人皆说 权倾朝野的摄政王 将丞相嫡女南希 强弩禁服 限制自由 可实际这个位高权重的摄政王 除了南希要离开王府 其他任何事 全都按南希心一般 大梦初醒的南希 态度180度转变 荣誉的好 我终于被她看见了 南希决定亲手撕毁 伪君子顾亲叔的仕途 说服荣誉 让她回了丞相府 刚进入松鹤院 南希就听到 里面顾亲叔信誓旦旦的声音 此事一定是摄政王的 挑拨离间之计 小旭从未让南越去刺杀西妹 西妹是我的妻子 我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南希听着这话在门外顿步 心里泛起了冷笑 倒要看看这个顾亲叔 还能说出什么来 里面又传来了女子焦急的声音 我暂时不想知道真相 是什么 我只想知道 希尔现在怎么样了 她伤得严不严重 相爷 希尔可是你的女儿 她在摄政王府受了伤 你就无动于衷 南希听着母亲的声音 心头忍不住发酸 她娘亲是唯一 把她放在心肩上藏的亲人 可她以前一心扑在顾亲叔身上 却忘了自己娘亲过得也不好 女儿受伤 她父亲南行之还绷着脸 你要我怎么办 去摄政王府要人 顾亲叔还需要利用南希套情报 忙躬身说岳父大人去王府接人 还请您三思 南夫人一听这话微怒 冷冷看着顾亲叔 三思什么 希尔命都快没了 我们不能去把她接回来 顾亲叔忙解释 小叙不是这个意思 可摄政王是个喜怒无常 又心狠手辣的 只怕惹怒了摄政王 她会伤到希妹 顾亲叔的懦弱推辞 南夫人岂能不明白 眼神发寒直钉顾亲叔 所以就任由 希尔留在摄政王府 顾亲叔 希尔对你一心一意 你若真敢伤害她 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顾亲叔心虚地低头保证 岳母大人放心 小叙就算伤害自己 也不舍得 伤害希妹一根毫发 是吗 听外传来一个 不嫌不淡的声音 三人闻声起起转头 随即不约而同的 瞪大眼 希尔 南夫人第一个冲过去 抱住了南希 心疼地问她 这些日子 有没有受什么委屈 摄政王有没有欺负她 伤到哪了 快让围娘看看 南希亲身安抚 娘 我没事 你们别担心了 顾亲叔很震惊地看着南希 半天才说希妹 你怎么回来了 南希放开她娘 转头看着顾亲叔 我听说 父亲要把南越母女接近府 我当然得回来看看 是个什么情况 南行之夜正疑惑南希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听到这句话 脸上历时浮现几分尴尬 几分羞怒之色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作为异国之相 府中妻妾成群不说 还公然在外面养了外侍 如今更要把外侍母女接近府 这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情 南希淡淡一笑 原本我是不知道的 可南越昨天借着探望我的名头 去摄政王府 着实炫耀了一通 我跟她争辩了几句 她居然拿匕首刺伤我 幸亏摄政王相救 不然为凶多吉少 此言一出 南夫人顿时大怒 什么 南越那个小剑蹄子 居然敢刺伤你 我非批了她不可 南希笑着开口 打断了她的话 娘 南越早上就被摄政王府的护卫 送去了顾 说到这里 南希转头看向顾亲叔 亲叔 既然南越去了你呢 麻烦你好好照顾她 顾亲叔还装正经无辜 西妹 男女授受不清 把她送到我的府上算怎么回事 南希却立马表示 不然把她送到哪 南家大门 她是别想进来的 只要有我在一天 她永远就是个外侍女 顾亲叔脸色骤变 看着性情突然变得不一样的南希 有些惊疑 西妹 你怎么了 南夫人也是诧异地看着自己女儿 不太明白 她在顾亲叔面前 态度为何会如此强硬 完全没了以往的养恶 不过这样的南希却让她感到心安 南夫人是个过来人 她看出 这顾亲叔和南行之一个德性 以后未及人臣 同样会抛弃糟糠之妻 左拥右暴风流成性 南希默了默开口 我没怎么 南越刺伤我这件事 已经在外面传开 我怕爹娘担心 便回来小住几日 说着 她指了指 站在外面的银月和银霜 摄政王还特意派了人保护 顾亲叔心头微动 按道保护吗 我看是监督吧 难怪南希今天说话的 语气和态度跟以前不同 原来是故意说给外面的 是你听的 觉得还是那个单纯天真 最爱她的南希 又故作一副 深情款款的模样 媳美 这些日子委屈你了 是我没用 南希平静地接下她的话 你的确没什么用 顾亲说 我们解除婚约吧 男人还幻想着 利用南希步步高升 扳倒摄政王荣玉 却不想南希说 要和她解除婚约 顾亲叔打死都不信 看着 南希身旁的银月银霜 觉得 是摄政王威胁南希的 南行之和南夫人 也是一愣 女儿不是爱惨了顾亲叔吗 怎么会主动提出解除婚约 顾亲叔听出 南希是认真的 故作一副温柔心疼模样 媳美 我知道 一切都是摄政王强逼于你 这不是你的错 我不在乎 南希平静地 望着顾亲叔表演 心下忍不住想 好演员啊 演得可真是像 一副深情好男儿模样 若放在以前 南希定会被感动 和她相拥而弃 可现在 南希作为观众出现 她神情淡漠坚定 顾亲叔 我心意已决 别再对我抱有幻想 随后转身搀扶着她娘亲 回厅女楼 顾亲叔不死心地 还想再争取一下 南希却当听不见 静止跟南夫人一道离开 银月和银霜 带着几分警告意味的杀气 瞪了眼顾亲叔 让顾亲叔 直接愣在原地 南希不好攻略 顾亲叔转头 看向南行之 岳父大人 西妹定是 受了摄政王的威胁 她和月儿姐妹感情这么好 月儿怎么可能会伤她 南行之眼神探究地 看向南希离开的方向 若有所思 突然听到顾亲叔称 南岳为月儿 这般清静 亲叔 你不会想脚踏两只船吧 顾亲叔心虚地解释 岳父大人说笑了 小旭只喜欢西妹一人 对月儿妹妹 是爱屋即屋 这边南希扶着她娘亲 回到厅语楼 转头吩咐银霜 你找人 把刚才我跟顾亲叔 说的话传出去 就说我和顾亲叔 取消了婚约 且顾亲叔也同意了 记得别找摄政王府的人 银霜迟疑地问 顾公子好像没有同意吧 南希冷笑 丞相府嫡女退婚 轮得到她不同意 银霜便不再多言 领命去办 方才在松贺院 南希陪着顾亲叔演戏 即立刻致想一刀 捅死顾亲叔的冲动 她还想有婚约 最好从此以后 再也没人 把他们扯到一起 现在她是听到 顾亲叔的名字 就觉得恶心 母女二人凭退下 人坐了下来 南夫人若有所思地 看着南希 希尔妮想解除婚约 娘不反对 可为何这么突然 心里疑惑 自己女儿才到 摄政王府一个多月 怎么就突然间 态度大变 毕竟她是亲眼看着 自己女儿 对顾亲叔 四年如一日的死心塌地 南希深深吸了一口气 嘴角扬起释然笑容 这就一言难尽了 娘放心 我既不是被迫 也不是有什么难言之意 女儿的确是对顾亲叔恨之辱 恨不得她立即死了才好 可惜她还不能死 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理由 南希心里清楚 刚才她跟顾亲叔说的话 自命轻刀的顾亲叔 绝对不会相信 她会自动挠不出许多南希 是受摄政王胁迫 或者南希故意演戏 给摄政王侍女看的戏码 以为南希心里 绝对不可能放得下她 不过南希要的正是 她自欺欺人 她越是不幸 她才能把她前世 对她的所作所为 一点一点全部还给她 南夫人给南希倒了茶 雨带忧虑喊着希儿 你去了摄政王府这些日子 娘没一日不担心 你爹那个懦夫 根本不敢去跟摄政王硬碰 摄政王对你怎样 是不是真如传言那般凶神恶煞 说到荣誉 南希笑了起来 告诉她娘亲 摄政王是个很好很好的人 外面传言多有夸张 而且自己想嫁给摄政王 南夫人大惊 很不可思议地望着南希 南希脸上浮现一抹娇羞和认真 娘别这么惊讶 一个姑娘被位高权重的男子掳去 早已清白尽失 我不嫁给摄政王 还能嫁给谁 南夫人才不管对方是谁 只关心自己女儿的幸福 拧着没问南希 喜欢摄政王吗 她身份那么尊贵 以后肯定也是妻妾成群 娘 她不会 南希语气平静 却透着一种莫名的坚定和信任 荣誉身份地位 想要什么样的女子没有 可这么多年 一直不尽女色 这份自制力不是人人都有 我虽然还谈不上喜欢她 但也不讨厌 南夫人文言越发不解 你喜欢顾卿说四年 对摄政王只是不讨厌 那为什么要嫁她 一说起顾卿说 南希眼底竟是厌恶和恨意 娘 顾卿说那伪君子不值得我喜欢 我认识摄政王时间短 以后可以慢慢喜欢上 而且 梁卿不觉得摄政王长得好看 又有权有势 是最佳夫婿人选吗 母女俩聊得畅快 却没注意到隔墙有耳 顾卿说不知何时 你偷摸过来听墙角 听到南希说最佳夫婿人选 她恨意盎然 觉得南希踩高捧低 转身离去 准备快点给皇帝出谋划策 把荣誉这个摄政王给拉下来 南夫人还是有所顾忌 压低了生意 摄政王手握重拳 当今皇上对她忌惮得很 万一以后有什么 你也会受牵连的 南希却淡笑 娘 荣誉对我好 我也会对她好 新帝不是荣誉的对手 想算计荣誉 也得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 南夫人赶忙出声打断 这种话不能随便说 隔墙有耳 南希却并不在意 会不会被人听到 娘 没关系 就算真有万一 能跟荣誉死在一块 我也愿意 心想 她反正都死过一次了 今生再来一次 又何妨 况且 南希已不是前世的南希 她心里清楚 只要自己不成为荣誉的软肋 任何人想算计他们 都没那么容易 她倒想看看 这一世到底是皇帝 能把强悍的摄政王除掉 还是摄政王把皇帝拉下马 南夫人正要说话 门外却突然响起一个女子跋扈的声音 大娘 我娘让我来取三千两银子 去买新镯子 明天带去保龄郡主的生辰宴 南希皱眉 这声音是南娇 她是把娘亲这儿 当成票号了吗 想要银子就来拿 一个庶女 也敢对我娘大呼小叫 今年姐姐 我就教教你 何为理数 小切生的庶女 竟敢大呼小叫 叫嚣当家主母 毫无尊卑可言 南希这才知道 以前她对她娘亲有多疏忽 后院这些妾室庶女 对她娘是这样的态度 南夫人让南希不用动怒 不过是拿点银子 没必要放在心上 我都懒得 与她们争执这些 就当是打发乞丐 南希扑斥一笑 哪有给乞丐这么多银子的 张口就是三千两 这样下去 娘亲就算有金山银山 也不够她们挥霍的 南夫人压低了声音 让南希放心 给她们的不过是些现银 小钱 那些值钱的产业 都是给你留着呢 南希心头一酸 南夫人摸了摸南希的手 安抚着 你爹做事小心谨慎 又自命清高 觉得银子是俗物 所以这些年 一直两袖清风 凭她那一点俸禄 都不够维持府里的开销 何况还有外面一些 官员之间的来往礼数 所以 府中的日常开销 都得跟我伸手 他们再无礼 也不敢放肆 南希冷笑 自命清高 堂堂一挺丞相 拿原配妻子的银子 去养女人 除了我这位奇葩的爹 大概没人能做得出来了 哦不 还有一个顾清说 拿着我的钱 跟南越打得火热 跟我爹也算是不相上下 门外半上 没听到回应的南娇 就要往屋里闯 却被手持匕首的银月 拦住了去路 南娇心惊肉跳地 盯着横在自己眼前的银月 你干什么 你是什么人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银月挑挑眉 你当然没见过我 不过 你只要知道我手里 拿着的是什么就够了 南娇怒喝放肆 你知道我是谁吗 居然赶揽我的路 想死是不是 银月半步不让 冷冷盯着南娇 你不就是丞相府 一个见不得人的庶女吗 也敢在丞相夫人院子里 大呼小叫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是高高在上的公主呢 南娇蛮哼罢倒惯了 头一回吃憋 银月语气带着十足的恐吓 你什么你 我劝你还是收敛一点 否则后果自负哦 在南娇眼里 这不过是个伺候人的侍女 也敢跟她这样说话 抬手就要呼过去 突然被一个清冷的声音震住 南娇从内室走出来 表情淡漠 南娇 在我娘院子里 显摆你的庶女威风 谁给你的胆子 南娇没料到 会在这里看到南娇 脸色一僵 大姐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南娇淡漠地看着南娇 刚回来 需要跟你包背吗 南娇唯唯诺诺表示 我不是这个意思 大姐别误会 我只是 只是来跟我娘要银子 南娇淡漠一笑 表情带着说不出的讥讽 我娘欠你的 没道理的南娇 脸色瞬间涨红 被南娇赌得有些下不来台 不由也生了几分脑溢 大娘只长福利中愧 我要用银子 不就得跟她要吗 南娇好想笑 这些人怎么就能说得理直气壮 既然你也清楚 这内宅是谁在当家 就应该知道我娘的身份 以及你们母女的身份 所以还请妹妹以后 摆正自己的态度 南娇立马不装了 大姐说这话 就没意思了吧 谁不知道 大娘出身伤祸 我娘虽是妾室 却是这儿八经的世家千金 若论身份地位 指不定谁尊谁卑呢 银月文言 立马横眉怒眼 你说什么 南娇被银月气势吓倒 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 你想干什么 这里可是相府 你最好别乱来 南娇心头微暖 却并不把南娇放在眼里 淡淡开口 既然你觉得李姨娘出身尊贵 就管她要银子去吧 别在这里惹人闲 银月 把她丢出去 银月大声应道是 银月手持匕首 慢腾腾的逼近 看着南娇逐渐苍白的脸色 不由吃笑 你滚不滚 银月的气势和目光 把南娇吓到了 放了句狠话 就麻溜地滚蛋了 南西面无表情地望着她 落荒而逃的身影 转头看向银月 她刚才说 明天是宝林郡主的生辰 姨娘出身上叔府 虽是上叔府庶女 却也是正儿八经的官换家小姐 比起出身商户的丞相夫人袁氏 她像来自任高人一等 从不把南夫人看在眼里 尤其南行之 也公然嫌弃嫡妻的出身 李氏自然 更加有恃无恐 所以当南娇哭哭啼啼 回到翠玄轩时 她又惊又疑 你说什么 南西回来了 她不是在摄政王府吗 南娇拉着她娘亲的手份 恨说不知道 随即恶意猜测 定然是被摄政王抛弃了 不然她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 他们不给银子 南西还说我对她娘无礼 让我认清自己的身份 说娘只是个妾室 根本不配在她面前说话 李氏一听咬了咬牙 简直是可恶 随即阴冷一笑 没关系 南西就是个没脑子的蠢货 也就嘴上沉沉威风 遇到那个顾青叔 还不是屁颠屁颠就倒贴了上去 装什么矜持尊贵 南娇擦去了眼泪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拿不到银子 就买不到那只心仪的镯子 明天还怎么去参加 宝林郡主的生辰宴 李氏对着镜子理了理并发 自信开口说 别急 娘生的美 又有轩尔这个相府独子 在你爹面前争气 还怕对付不了一个元氏 李氏胸有成竹地笑了笑 娘这就去帮你把三千两银子要来 哦不 三千两哪够 至少得五千两 口口声声 喊着自己是这儿八经的世家小姐出身 怎么也瞧不起商户女 却舔着脸问人家要银子 要不到 便跑到南行之面前去装可怜哭诉 老爷 宝林郡主可是长公主最疼爱的女儿 娇娇好不容易能去跟名门贵女打交道 凭什么南希一回来就断了这个机会 她是不是自己过得不如意 就故意为难娇娇 大夫人就这么教导女儿的吗 妾身向来教育娇娇 不可对长辈无礼 也不知是不是今天礼数不周 惹大小姐生气了 南行之这个假清高 听了小妾片面之词 就指责自己的原配夫人太不像话 相府嫡女却毫无容忍之谅 立即叫来贴身侍卫 你去告诉大夫人 我要用银子 让她拿五千两给我 李氏几乎想放声大笑 却硬生生忍住了 给南行之加了块肉 相爷对妾身真好 吃块肉补补身子 南行之被她哄得心花怒放 金银这种俗物 以后别在我面前提起 我不耐烦听这些 每次听到银子 她就忍不住想到 原配妻子的出身 一个卑贱的商户女 堂而皇之地 霸占着丞相夫人的位置 实在是让人心头不悦 礼事娇柔的依偎过去 老爷是心怀天下的贤臣 妾身只是被金银沾染的俗人 吃喝穿戴都离不了她 还得靠着老爷赶话呢 南行之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哼了一声 就你嘴巴会说 李氏心里撇嘴 你不就爱吃这一套 脸上却笑得越发灿烂 不停地给南行之加菜 这时贴身示威陆飞回来 公身禀报 相爷大小姐受伤 夫人心情不好 谁也不见 李氏文言脸色一变 原是这是故意 要跟我作对 南行之愣了一下 才想起南希昨天 被南越刺杀一事 不由皱眉 大小姐伤得重不重 陆飞刚要回话 李氏已然开口 老爷真相信 是南越刺杀了大小姐 南越性子柔弱 进了相府 还得看嫡姐的脸色过日子呢 她有什么理由刺杀南希 南行之文言 似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你的意思是说 南希故意陷害南越 李氏淡淡一笑 切身不敢这么以为 只是表达一下自己心里的疑惑 老爷想弄清真相也不难 只要去看看大小姐是否真被刺伤不就知道了 她不相信 如花似玉的南希 真敢在自己身上划上一刀 南行之想了想 觉得也有几分道理 她当了丞相之后 已经不想再踏进原室的院子 此时却不得不站起身去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边南希猜到一会儿 她父亲回过来 唇角挑起嘲弄的笑意 李氏拿不到银子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还不知道怎么在父亲面前挑拨离间呢 南夫人淡笑 三千两转眼涨到了五千 李氏 在你父亲面前 从来都是狮子大开口 南希冷哼了一声 娘也别担心 从今以后 他们别想 再从娘这里 拿到一两银子 南夫人很意外地看着自家女儿 什么时候这么强势了 希儿 你最近受了什么刺激 南希心里回应 可不是受了刺激 四年深情付出 换来了狼心狗肺 自己落到一个凄惨结局不说 害得那位金贵禁欲 如天神般的摄政王 也不得善终身上背负着人命 还能跟以前一样无底线的善良 片刻抬眸看向她娘亲 娘还喜欢父亲吗 你对这个负了你的男人 还有一点割舍不下的情谊吗 南夫人性子本就洒脱 南行之如此负她 哪有那么多割舍不下 总纠结着 不该纠结的东西不放 反而是在惩罚自己 娘没那么傻 南夫人环顾这屋子里的精美陈设 也许只是 不想让多年努力便宜了那些贱人 当年你爹一穷二白 连进京赶考的盘缠都是我出的 我供她吃喝 供她读书 她入室之后需要各处打点 所有的银子也都是我出的 完全可以说 她有今天的身份地位 最大的功臣就是我 我要自寝和离 相府的一切 就归了李氏那件人所有 我多年付出 到头来 却是为他人做嫁衣 他想的美 南系文言心下微松 挺好的 看来母亲对父亲 也是失望透顶了 如此一来 我以后行事也没什么可顾忌的了 南行之是效忠心地的人 前世害死摄政王这件事上 他也没少出力 从头到尾 被南系这个嫡女的生死毫不关心 在南行之心里 妻子是让他丢脸的伤护女 女儿则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只要阻碍了他的仕途 那么 谁都是可以被舍弃的 这一世南系归来 就是拿回属于他们母女的一切 任何人敢不自量力地消想 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他都会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这会儿 南行之带着李氏来到了厅语楼 夫人和大小姐可在屋里 银月淡淡点头在 南行之不满银月冷淡的态度 不过想到这个侍女是摄政王府的人 便忍了下来 然而 李氏却是个不识货的 直接怒喝了过去 你这个侍女 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 看到相爷过来不行礼就罢了 还不赶紧把门打开 银月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 姑娘没吩咐我开门 你是哪根葱 反了 奴婢敢跟主子叫板 李氏抱贺一声 你是想死了是吧 你知不知道 你在跟谁说话 南希推门走了出来 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这个家里 还有没有一点规矩了 李氏仗着南行之在 觉得南希不敢对他无礼 挑衅道忧 大小姐在说谁 说我吗 南希一眼就看出了她的心思 却依旧淡漠 李姨娘倒是有几分自知之明 小妾怂恿着南行之 去郑夫人那里要银子 仗着南行之的身份和宠爱 挑衅南希这个相府大小姐 南希却不惯着她 三言两语 便让李氏暴跳如雷 大小姐这么跟长辈说话 不觉得不恭敬吗 南希亲羊嘴角 原来李姨娘还记得 我是这个家的大小姐 那是不是也该记得 当家夫人是谁 别忘了正妻和妾室的尊卑之别 需不需要 我提醒你 该如何维持一个小妾 该有的分寸和礼仪 李氏背对的哑口无言 她是世家小姐出身 也的确只是个小妾 自己李亏 又装可怜 转头看向南行之 老爷 你看她 南行之张口就指着南希 够了 希儿 怎么跟长辈说话的 南希丝毫不怒 反而更加默然 我哪里说的不对 我是嫡长女 是像斧质二八斤的主子 李姨娘只是个妾室 我高兴时称她一生姨娘 不高兴时 她在我和我娘面前 都得自称奴婢 眼下她无礼在先 父亲反倒只责起我来了 女儿没有卖她的面子 南行之微怒 你放肆 怎么跟为父说话的 让你母亲出来 南行之心里更加鄙夷 果然是商户女教出的女儿 没有一点敌女的风范 南希淡笑悠悠开口 说起母亲 我还想起一件事 这丞相府正妻 只有我娘一人 按照规矩 所有的数字庶女 都该尊称我娘为母亲 而不是大娘 李姨娘是妾室 就算是她的亲生儿女 也只能称她一生姨娘 这就是正妻和小妾的区别 说着 南希懒洋洋挑眉 父亲身为一国丞相 应该不会在内宅规矩上 落人口舌 惹人笑饼吧 南行之文言大怒 放肆 南希 你眼里还有没有 我这个父亲 你不遵长辈 骄纵跋扈 立刻给我去祠堂里跪着 这可不行 银月站出来护住南希 冷冰冰地开口 我家王爷让我要好好保护姑娘 绝不能让任何人欺负姑娘 谁若是敢惹怒了姑娘 我家王爷发起怒来 我跟银霜可吃不消 都得一五一十据事已告的 银月话音落下 南行之和李氏都安静了 堂堂一国之相 这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摄政王荣裕的威名 相当好用 这时 南夫人从那是走了出来 已经完全把曾经深爱的男人 当成了陌生人 眼里没有丝毫爱你 如此气势汹汹地找我干什么 又来要银子 南夫人说得直白 完全不顾 济南行之清高的心 果然南行之纹眼脸一黑 什么叫又来要银子 这府里的东西本相无权动用 你即刻从库房里 给我取五千两银子来 南夫人冷笑 库房 不知相爷每年往库房里 放了多少银子 我倒是想取来 可库房里有吗 南行之恼羞成怒大吼 你眼里只剩钱了 别忘了 你是丞相夫人 你出去看看 外面那些一品二品夫人 哪个不是高雅端装饰酒花茶 有谁整日里把这些俗物挂在嘴边呢 果然是商户女出身 尚不得台面 南夫人也丝毫不恼怒 但笑着 既然相爷听不得这些俗物 也看不上商户女 以后就别让人来我这里拿银子 库房若有银子 就直接去库房取 免得传出来 还让外人以为你堂堂相夫的妾室庶女们 都得靠着一个商户女来养活 变污了 你那些妾室们清贵 高雅的气质 说吧 迈出门槛 温柔地看向南希 希儿 娘在府中待得实在闷得慌 我们出去逛逛 看看给你添些什么首饰之类的 南希挽着她娘的胳膊 笑眯眯地印下号 母女二人手玩手走了出去 南希又回头吩咐吟乐跟着她 银双留在府中 别让人在她娘亲屋里乱翻 要是少了什么值钱的东西 回来为她试问 银双面无表情地印下 母女二人浑然不管男行之 和李氏那黑橙锅底的脸色 男行之自命清高 唯一收入就是她的凤银 却根本不够府中开销 全都是靠南夫人才能吃香喝辣 李氏很清楚 有些急了 老爷 这娇娇的镯子怎么办 南夫人头一回拒绝给银两 男行之被弃得不轻 根本不想再搭理李氏 爱怎么办怎么办 真是不可理喻 我乃辅助天子之人 岂能因这些黄白俗物 污了名声 南希觉得这个爹还真是好笑 立身于世间 谁能真的做到不沾半点俗物 除非不吃不喝 直接羽化成仙 是钱财如粪土 有这么高洁 怎么不归隐山临去 反倒在这勾心斗角的官商中 苦苦挣扎 马车行驶在长街上 南希不由地感叹 前世被困在摄政王府 若非他一个劲地作 想要离开王府出来 看看这喧闹场景 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抬眼看到 一间熟悉的莫宝斋 回过神 淡淡一笑 娘 咱们去看看 南夫人掀开帘子 朝外面看了看 眉头微皱 希儿 你莫非又是想买什么东西 送顾清说 南希摇头 不是送她的 南夫人眉头一皱 难道是送给摄政王的 踏进莫宝斋 南希看到掌柜 正在给一个客人介绍宴台 她漫不经心地打量了一番 极有耐心地等着 莫宝斋外面 响起一个少女惊诧的声音 南希 莫宝斋内顿时一阵安静 掌柜的和那位准备买宴的公子 都齐齐转头看去 南希自然也顺势转头 看到一位子群少女 眼神讥讽地在打量自己 南希 你不是应该在摄政王府吗 怎么来了这里 不会是摄政王不要你 把你赶出来了吧 南夫人还以为是南希的朋友 没料到一张口就如此让人厌恶 你是谁家的小姑娘 怎么说话如此没礼貌 少女看到南夫人 皮笑若不笑地嘲讽 哟 我倒是谁呢 这不是丞相大人府上 那位出身商户的正义品夫人吗 怪不得南希在这里 不过也能理解 一个刚刚失去了明节 又被抛弃的女子 这娘亲要是不多疼着点 万一寻短见了怎么办 你们说是不是啊 她身边跟来的侍女纷纷点头 郡主说得对 南夫人越听这小姑娘说话越隔音人 正要跟她理论一番 却见吟月气势汹汹地走上前 我倒是谁在这里阴阳怪气 臭气熏天哪 原来是宝兰郡主你啊 郡主是最近没人疼没人爱 见我家姑娘有人宠着 忍不住眼红极度了吗 少女脸色胀红 你是什么东西 赶来教训本郡主 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羊手就朝银月的脸上呼过去 银月末地抓住她的手腕 抬手就是一个耳光扇了过去 清脆响亮 整个墨宝斋的人都惊呆了 郡主前一秒还趾高气昂 扬言要撕了小丫鬟的嘴 下一秒就被小丫鬟无情地一巴掌 护在脸上 整个墨宝斋的人都惊呆了 宝兰郡主不敢置信地捂着自己的脸 你居然敢打我 银月漫条斯理地活动了下手腕 容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银月 摄政王府金牌护卫之一 奉我家主子之命保护南希姑娘 别说打了你 就算当街把你杀了 我保证你的爹娘 也不敢找我家主子兴师问罪 宝兰郡主从听到我是银月 摄政王府的金牌护卫之一开始 肉眼可见的耸 想死的心都有了 银月又朝后退了一步 郑重介绍 这位南希姑娘可是摄政王府的女主子 未来的摄政王妃 我家王爷心头主 王爷特意交代过 任何人敢对南希姑娘无礼 打死打残了 都算在我家王爷头上 谁敢不服 找我家王爷理论去 南夫人不由转头 去看自己的女儿 摄政王当真这么说过吗 南希心头一动 丝毫不怀疑银月说的真假 毕竟荣誉那深厚的爱 她最清楚 倒是挺像她会做的事 此时的银月气场强大 瞪着宝兰郡主 以后再敢对我家姑娘 无礼挑衅试试 宝兰郡主 根本连一个字都不敢反驳 眼泪都禽在了眼眶里 纯属下的 片刻后 宝兰郡主啊的一声大哭起来 我不敢了 不敢了还不行吗 慌慌张张逃走 侍女们也赶紧跟上 莫宝斋再也没人敢多说一个字 一场挑衅的闹剧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丝毫没有拖泥带水 南夫人眼带崇拜地 看着银月 真有气势 银月没开眼笑 服了服身 多谢夫人夸奖 保护姑娘是奴婢分内职责 南希刚想让银月低调 话还未出口 就听到一声熟悉的喊叫 南希转头看去 顾清书匆匆地跑了进来 南希淡淡瞄了一眼 这一声顾公子 让顾清书脸色微变 怎么叫得这么声闻 随即又开始了她的演技 西妹 我有话想跟你说 能不能找个地方单独谈谈 听起来 就像被人驶乱中气似的 南希注意到 莫宝斋好些人都竖着耳朵开热闹 那就正好借此给顾清书当头一棒 语气平静地开口 顾公子 男女授受不清 况且 我们已经解除婚约 南越刺伤我的事情 我也不想再追究 还望顾公子别再逼我 看热闹的人 立马炸开了锅 原来婚约解除的传言是真的 听南姑娘的语气 难不成南越刺杀一事 真是出于顾清书的受益 顾清书眉头微皱 一脸受伤地看着南希 西妹 你到底怎么了 我们四年的感情 你真的说抛就抛 南希看着眼前 这个演技精湛的男人 不去当戏子都可惜了 不就是演戏吗 谁还不会一点 南希走出去两步 面上带着几分苦涩 顾清书 以前是我年幼无知 你就忘了我吧 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顾清书一脸深情 伸手欲去拉南希 却被南希毙了 西妹 可我只喜欢你一人 我的心只为你一个人跳动 若没了你 我都不知该如何活下去 南希低眉 欲气黯然失落 没了我 你不是还有南越吗 南越说 她已经怀了你的孩子 希望你以后好好对她 围观的众人大惊 看向顾清书的眼神 顿时火热了起来 真是个劲爆的消息 南越怀了顾清书的孩子 这是那个深情君子吗 顾清书被围观的人 看得脸上阵阵发烫 难堪至极 还硬要辩解 西妹 这样的事情怎能乱说 南希淡笑 我乱说了吗 南越有没有怀你的孩子 你和她心里最清楚 你不信 可以请大夫给整个脉看看 哦对了 南越在摄政王府刺伤了我 然后被王爷所伤 孩子有没有保住 我不敢肯定 你还是早些回去看看她的情况 她的身边不能没人 顾清书心头一紧 因为前些日子 她已经和南越有了夫妻之时 她是真担心南越肚子里的孩子 狼狈地咬了咬牙 西妹 我喜欢你是真的 你对我分明也有感情 取消婚约一事 请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我先走了 也不等南希回话 就匆匆离去 围观的人见状面面相去 顾清书走得这么急 男二姑娘 不会真怀了孩子吧 竟然脚踏两条船 当真人不可貌相 口口声声说 喜欢男姑娘 可一听到那位男二姑娘怀了孩子 就拼命往回跑 这不就坐实了怀孕的事实吗 南希心里冷哼 有这么多围观的人在 刚才发生的事情 很快就会传遍大街小巷 顾清书不是自诩申请款款吗 不是标榜自己为君子吗 倒要看看 在明知南越已经进不了丞相府后 不可能成为男家这儿巴金的二姑娘 顾清书究竟会作何抉择